太平老街这边 因为太平云梯的启用 吸引了许多的人潮 而老街就成为观光客 觅食的好取处 太平早年因为被群山环绕的盆地地形 而被称作太平 太平老街更曾是交通要道的中心 也是山产的集散地 由于短短十几公里的路程 便可上升至海拔一千公尺 欣赏缥缈山栏和群山峻岭 环绕的清幽美景 让这里早在日俱时期 就成为避暑圣地 来到太平老街 有什么避玩的景点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眉山女士 请问陈大哥 来到这边有什么避玩的景点 今天就麻烦你了 许多人知道 来到我们太平云梯游玩 真的太可惜了 其实我们里面整个老街 非常具有文化气息 而且这里的老街是百年老街 入口就是像我们后面这一道墙 记得这道墙大不大 大 非常大 大家可以比对一下 你看 这是一整个就是装置艺术 跟整个老街 想要带给人的意象是吗 是的 这是也是我们沿村长 他特别要推我们太平老街 为一个艺术的街 文学的街 山茶花的部落 除了用颜色亮丽的马赛克 拼出了眉山的景致与人文 迎接游客的到来 也利用陶板画 复刻张文桓的长篇小说 与茶画的内容 来营造老街的人文气息 哇 陈大哥就是这间吗 是的 就是这边 看起来还很古朴 在太平老街日志时代的时候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 叫做张文桓 我们刚刚就是看到他的 用他的文学来做的画作 那现在就是来到了他的故居 这间由阿里山快木 搭建而成的商店 就是在地文学家张文桓的故居 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除了能够买到生活百货 也是可以坐下来聊天的热情问路店 短短的老街 还有许多五六十岁的老房子喔 除了建筑 好像民风也暂停在那个淳朴的年代 逛完了老街 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好好坐下来 然后大吃一顿 这里可是陈大哥的招待所 对不对 是啊 也是我来这边要让客人感动 不只是导览喔 有时候你要深入体验社区 你必须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体验在心里 我最喜欢这一句了 好 这里真的是非常精致的 这个是定食喔 而且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双人套餐 而且很精致喔 主餐有两份 就是这一份跟这一份 这个是什么 这份是我们店招牌梅子鸡 酱烧梅子鸡 是的 然后这个很特别喔 这个是松露麻油鸡炖饭 是的 太期待了 闻到味道了吗 有 还有这个 老板你刚刚那句名言 那句名言 来到阿里山 茶不怕人家喝 所以无限唱 没错 而且这个是完全是用阿里山的高山茶茶包 下去冲泡的 我就正一点 不试茶包是原液 抱歉不试货 我怕你喝 对 无限的冲泡 好 那现在肚子真的很饿了 我们就开始享用了喔 在地的梅子对吧 而且老板超级可爱 这个梅子酱还是隔壁的妈妈腌制的梅子 对 紫苏梅汁下去调配的 哇 除了灵魂人物的梅之外 还加入新鲜的番茄和凤梨 让酸味层次更丰富 软嫩的鸡腿肉 酸酸甜甜的滋味 很适合夏天 我觉得陈大哥真的非常用心 包括整个导览还有料理的部分 深入社区 因为它是用在地的食材 然后用我们一般熟悉的料理手法 完全可以变化出 很有在地特色的料理 台式的麻油鸡 法式的松露香 义式的炖饭 装在和风的桃盘中 看似冲突却意外地融合好吃 除了主菜 这一波波的当日小菜也相当优秀 用简单的料理方式 将在地小农栽种的新鲜蔬果 原味呈现 汤品用的是在地腌制的酸笋 清爽脆口的酸笋好吃极了 呼吸山间的空气 长本地菜 与在地人互动 感受浓浓的梅山人情味 就是这间文创小店的创立目的 除了介绍梅山 还自己编辑了专门介绍 附近四村的旅游资讯 及店家的杂志 有机会也跟着在地人的眼光 走一趟山间旅行吧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间 是在巷子里面的喔 如果你是要喂饱一大堆人的肚子 或者是想要寻找山中古畜 阿嬷的味道的话 接下来这一间推荐给大家 跟我走 回阿嬷家的路 得从老街转进巷内 古朴的巷弄 点缀着在地人家 巧手种植的花草 顺着指引前进 眼前出现了一栋百年三合院 不同于以往 合成中晒的是稻谷 现在晒的是八十五岁阿嬷的 古早味美食 耶 一进来就看到阿嬷在这边购惠 这个大灶里面 感觉就是有什么好料 阿嬷 你好 你好 在里面有什么好料 油餐粿 油餐粿 很好啊 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啊 就是这么幸运 而且逸琳连碗都准备好了 可以試吃看看 好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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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雪白的锤柜 使用柴火将大蒸笼 缓缓加温 将柜吹熟 闻到带着米香飘出的炊烟 期待也越来越高涨 好烫喔 烫喔 烫 真的烫 头头还在里面滚 对 这样滚 烫喔 可以吃到这样子的柜 也太幸福了吧 一般我们吃到都是煎过的 这个是刚炊好的柜对吧 对 刚刚炊 吃到原味超好吃的 而且我听到阿嬷 你今天还是帮我串一个好料的 对 串一个好料的 哇 先从这个真的非常古早味的主菜 就是萝卜糕还有炒米粉 这是真正古早味的料理 对 那先从这个开始好了 刚刚我们是吃刚在蒸笼里面的 非常软嫩的萝卜糕 那这个是煎过的 然后一定要沾上这个 噢 一定要这个是蒜桃倒面 蒜桃 对吧 对 蒜 这个比较硬的味道 这个要配南乳菜 对 有没有听到 咬下去那个 外皮煎的那种金黄酥脆的感觉 然后里面 还保持它的软嫩Q度 这就是用闽南语形容的就是 外面恰恰 内面的泡泡 对不对 这样符合阿嬷的标准对不对 阿嬷的独门手艺还有炒米粉 这道台式经典料理的家常菜 却不简单 用虾米 香菇和油葱营造香气 比例恰好的蔬菜 提供的水分和清脆的口感 要融合各个食材的味道 同时维持米粉 松 香润的口感 需要深厚的功力 我们要来吃吃看这个 这个真的是每一年 我们家过年餐桌上也都会有的 这叫做天纳 对 过年才有 这个不简单 外面是豆皮 然后里面的这是什么 有红老婆 有那个米籍 米籍 有那个芹菜 对 有橙子 还有那个蜜酒 对 蜜酒 对 这就是肝腊的组合 有档筍吗 有档筍 嗯 就是这个味道 好吃 这是苦茶油鸡 这个是 这个有香吗 山上的咸酥鸡 对 好高级 用苦茶油 而且要纯的苦茶油 然后用这个姜 老姜 对吧 老姜 要去爆香 然后再整个炒新鲜的 跑山鸡 你看 高不高级 山上的咸酥鸡这一盘 太厉害了 好香 有没有听到那个鸡皮咬下去 好脆好脆喔 好香喔 好香喔 真的有口香的 这一道大推 然后还有这一道 这个盘子一看就知道 非常古早味 这是什么啊 古早味 这个是白菜肉 白菜肉 对 现在古早味 还有这道 也是古早味的白菜卤 有干货的鲜 和白菜的甜 豆皮的咬劲 和白菜的软嫩 可以说是台湾版的炖菜 让人大喊是要白饭的 还有这道角库笋丝 角库丰富的胶质 和浓郁的酱色十足诱人 底下满满的笋干 在炖煮过程中吸附了香气 嫩中带脆的口感 和猪肉的Q软平衡 一口下肚 色香味俱全 好过瘾 煎得蓬松的菜脯蛋 香气四溢 软嫩的蛋里脆口的菜脯 鲜度适中 还有正扭席的桂竹笋 酱香和桂竹笋 特有的香气结合 相得益彰 这个老菜脯鸡汤 看起来超级好喝的 而且我觉得阿嬷真的很用心 你看 虽然是在山上三残 可是阿嬷还有加这个 有没有 那样的大颗的蛤蜊去提味 在身上喝这个热热的鸡汤 一定很舒服 好好喝喔 这个真的是在平地喝不到的 而且阿嬷的老菜脯鸡汤 不一样的地方是 用蛤蜊下去提味 有一股鲜味耶 没有华丽的装潢 有的是珍贵的百年老家 没有昂贵的食材 有的是山上人家 常见的山产 和阿嬷烹调的记忆 看着第二代 对传承手艺的用心 相信这款古早味 会继续在太平巷弄间飘香 如果呢 跟你一起上山的朋友 不是很多 然后又想要快速饱餐一顿的话 推荐大家这一间在地 超过30年的老面店 餐点中最经典的 就是这道阳春面咯 哇 热腾腾的汤面 而且呢 是很怀念的味道 因为以前 穷学生时代没钱的时候 一碗阳春面就可以饱餐一顿 除了主食 还有少不了的豆干 海带 还有大肠 猪耳朵 牛肚等卤味 到面店一定要来一点 再来呢 就是牛肉面咯 你看这个大块的牛肉块 再加上这个汤头 先来试试看 而且啊 这个秘密配方呢 老板娘就偷偷一点点 就是它比原本的配方 再多加一点洋葱 调整成在地人 比较喜欢的甘甜口味 切成一公分厚的 半斤半肉牛肉块 经过秘传汤头 两个小时的炖煮 成就了这一碗美味的牛肉面 我已经吃了一碗 但其实我们要吃了一碗 小时的炖煮 炖煮 一碗 一碗 有点 一碗 这把 但是